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慢点 慢点 来 慢点 这十里八乡呢 都知道咱们华盖房的散好 好多订单 全是冲着大少奶奶画的散 这么说 咱们要感谢那个偷染料的人呐 您慢点 都慢点啊 辛苦了 老爷 您看 南面的那片竹林 这个竹子已经开花了 再来订单 咱们等闻材料就不够了 这片竹林啊 快要废了 要依我看 这片竹林啊 这片竹林啊 还是赶紧处理要得好啊 你 你又想打什么主意啊 大哥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怎么每次和您讨论去 华盖房的事儿 您都对我横眉冷对 好像我是故意败坏沈家 您别忘了 我也是沈家的子孙 华盖房也有我一份 大哥 依我看 咱们还是趁着 把这片竹林给卖了 江家散房 看中了咱们的这片竹林 价钱开得也合理 再说了 竹子开花可传染了 弄好这片竹林很快就完了 那个时候再卖 那可就不值钱了 这片林子 是沈家共有的产业 足有名讯 任何涉及到竹林买卖的交易 必须给房子孙共同同意 我要是不同意 这竹林你就不能卖 我说大哥呀 我可是为你着想 要是这片林子废了 砸在你手里 那你可就成了沈家的罪了 容许 来 赶紧把这片林子 开花的竹子处理掉 好 再打听一下 哪里的竹子 跟咱们品质相近 要原材料有缺的话 赶紧补上 就能让华盖房的生意 受到影响 好的 这静白在抽大烟 可有此事啊 有还是没有 我不知道 他是你儿子 你不知道 话都传到我们这儿来了 说我们沈家教子无方 有取olen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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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雪 所以你不要 你打从大烟 都是杀人了 快快快 Vere 快 快快快快快 快 玩 你伤都没有了 爹 怎么样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呢 有没有受伤啊 给我过来 伤到那儿没有 没事 干什么 你 你小子护狠的 你想害死我大宝我爹是吗 没有 我 我是想扶那竹子去 扶竹子 现在想扶竹子了 那那天晚上库房延疗价倒的时候 你怎么不想扶啊 你是怎么知道 这事我早就查出来了 只是没落着机会和我大不说呢 靖北少爷 我求求你们 你可千万别告诉老爷 我再也不做 那今天这事怎么解释啊 不是 今儿是意外 意外 两次都是意外 这事是报了官 你命还在吗 靖北少爷 您大人大量 您就饶了我吧 这事啊 还真是不小 只要是你不说 我不说 别人不会知道 我 我肯定不说 我求求您 你看啊 你是沈家的工人 你舅舅又是大伯最信任的管家 这沈家以后都得中英你们哪 所以这事啊 绝对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 老爷怎么样 没事吧 我看看 我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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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许 你们一个个干嘛吃的呀 杨东旭 你是怎么做儿媳妇的 老爷都一大把年纪了 能经得住这么折腾吗 好了好了 不要吵了 刚才亏了东旭 要不我还真的受伤啊 老爷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 爹 好你个败家的玩意儿 你可真够狠的呀 不跟我说一声 你连你爹一块儿砸啊你 你连你爹一块儿砸啊你 等等等等 爹 怎么回事啊 你小子给我办事 你动动脑子行不行啊 我干什么了我 你刚才干什么了 跟我还装啊 还说这事不是你干的 就不是我干的 就不是我干的 是狗子干的 你小子骗不了我 就要您说的 我又不傻 谁知道半路杀出承晓金呢 这事又让杨东旭给搅和了 他越不让我管华盖房的事 我还就管定了 我就不信 他在沈家还能一手遮天 他已经一手遮天了 那我就断了他的手 犯了他的天 爹 对不起 我来晚了 爹 对不起 我来晚了 爹 对不起 我来晚了 爹 没事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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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 吃饭了 东旭 你怎么不吃啊 不喝口味 不是 爹 我 我没有胃口 徐姐姐 来 这个给你 可好吃了 徐姐姐 你怎么了 冬雪 要不要给你请大夫啊 不用了 我没事的 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可能是有点累了 那你赶紧回房歇着去吧 一会儿叫刘妈做点你喜欢吃的 给你送过去 谢谢爹 去吧 那你们慢慢吃 我先回房了 好 老爷 老爷 这个是 乔县长刚刚派人送的请柬 说明天在迎宾楼 要宴请南京政府的专员 到咱们这地方来干什么 不清楚啊 乔县长还请了其他人吗 据说是城里 有头有脸的商人和绅士 全都在首腰之内 来 好 这儿 放这儿 放这儿 好好好 大家都先过来吧 好 好 什么呀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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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画这鱼啊 最重要的是先画上半身 基本上可以用三笔来完成 前面画一个凉 然后眼睛的部分 鼻子的部分 一定要细细地勾 眼睛 嘴巴 最后就要换更深的笔 你看这鱼看得多好啊 看得太好了 看得太好了 好像有生气来的似的 就是 我想就是 太好了 之后呢 就要换更粗一点的笔 然后画它的身子 静白大哥来了 弟妹 手艺不错呀 这鱼都快活了 静白大哥夸奖了 哎呀 我这静天兄弟 走得太可惜了 能娶到像你这么标致 这么能干的媳妇 得上辈子多大的造化呀 哎呀 我就是那没福气的人呢 怎么就碰不上像弟妹你这样的呢 你说 静白少爷 这死者为大 您可不能拿我们大少爷开玩笑啊 我就是随便说说 他又停不见 那可会有报应的 还当真吗 这 大少奶奶 您怎么了 没什么 可能是中饭吃得不太合适 您去忙吧 好 好 你多注意啊 嗯 我叫杜刚 南京国民政府梁专员的副官 今天奉专员之命前来赴宴 一 见一见地方上的各位大人物 和大家认识一下 以后 恐怕打扰到各位的地方还很多 第二 从今天开始 本城要禁毒 凡是藏毒运毒之后 已经查实 阴城不待 第三 转员有令 要在城中征脚军饷 这不是要多少钱啊 这不是要多少钱啊 你说这 你犒劳这么多年来 在外征战的将士们 我听说在座的各位 也都是城中的大户 每户五千大阳 尚不封顶 这不是要多少钱啊 慢走 各位老板 请坐请坐 咱们今天哪 有话慢慢说 爹 想把华盖房得到手 博尔人狠得怎么行啊 你什么意思 就凭我们这点小聪明 能把大伯怎么样啊 我们现在必须借助别人的力量 控制住大伯 把华盖房明正言顺地拿到手 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主意了 就怕爹不同意 就怕爹不同意 全部带走 吓死我了你 吓死我了你 现在哪都在禁毒 有钱没地儿抽了吧 我我不是来抽大眼的 我我是给老爷抓腰了 得了 腰铺在哪儿 这是哪儿 绕这么大个玩儿 你倒是挺幸福的 真借了 真借了 不可能 这个玩儿一旦冲上 就不可能戒掉 我那儿有 抽两口 你看 这好是上哪儿绕起来 现在能用烟抽就不容易了 去我那儿 让我白抽 你那儿 不信 不信算了 别别别别 我 走吧 别别 大少奶奶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容管家 当初今天回来的消息 只有您知道 所以有些事情 我也只能和您商量 大少奶奶 出什么事了 我 我 我游戏了 真的 哎呀 谢天谢地 谢天谢地 我们沈家又好了 可是容管家 我很害怕 这怕什么这是大喜的事啊 当初 当初今天回来的事情 我们瞒得那么紧 连今天去世 我们都只字未提 可是现在 我有了生命才说出实情 您说 爹他会相信我吗 老爷当然会相信大少奶奶了 到时候我给您作证 那儿娘呢 他会相信吗 沈家其他人也会相信吗 连我自己都觉得这件事情太巧了 我要是告诉爹 不知道爹会怎么想 容管家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细想起来还真是挺为难的事 可是咱们得赶紧想个法子呀 要不然哪天不留心 被别人看出来了 我可就更说不清楚了 您先别着急啊 让我好好想想 好好想想 该怎么跟老爷说呢 今天 当得知自己怀孕了 真是又高兴又伤心 我高兴 这是你留给我的孩子 有了这个孩子 我就有希望了 沈家就有希望了 我伤心 是因为孩子来 你却走了 那时 我就有一种隐隐的担忍 是老天爷在惩罚我 惩罚沈家我 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厄运 早已隐蔓在我和沈家的周围了 容许 二太太 你鬼鬼祟祟的干吗呢 买点东西 我看看 这些都是女人补身子吃的东西 给谁买的 给大少奶奶买的 最近一段时间啊 她太累了 老爷要买的 不是不是 荣许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呢 不敢不敢 不敢 二太太 你要没什么事 我就走了 老爷 叫杜康的囚禁 快请 请 杜大人 请坐 不必了 今天我不请自来 沈老爷不会见怪吧 当然不会 当然不会 我杜某这说话 不会拐弯抹角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良想的事情 良想的事 我已经如树上交 求县长有记录的 不得了 你们沈家也是镇上有头有脸的大货 这华盖房的生意 又好得不得了 这赚得多 自然就要纳得多 别人加五千 你沈家怎么也得遗外 我 这是良专员的意思 你就别为难我了 请您尽快准备好钱 来 赶紧着我来去 告辞 杜大人 什么 嘘 我不能干那种缺德的事 说谁缺德呢 到散房偷东西 惹下大货的是谁干的 又是谁推了竹子 要砸死我大坡啊 我 我 不是故意的 她 她是意外 谁能入圆 不说别的了 就是我到官府告你蓄意破坏 蓄意谋杀 那非怎么样 进去了 蹲大牢 兄弟 小命可就保不住了 到时候连神仙都救不了你 静白少爷 我求求你了 你就放过我行吗 我求你了 坐 坐我先说话 这个事到了这个份上 要么帮我干事 要么这么大楼 您看着办 只要你帮我干成了这事 我可以给你一大笔钱 保障你以后的生活 你可以拿着钱远走高飞 谁都不会知道这事会是你干的 以后你的大烟 我神经白全包了 怎么样 你一点都不吃亏吧 二娘 刚才 刚才刘妈替我去领月钱 张先生说这个月没有我的钱 没错 现在沈家财政吃紧 当省则省 你身为沈家的媳妇 当然该与沈家同甘共苦才对 给二娘添麻烦 给二娘添麻烦 你 大少奶奶 二太太明白是在欺负你的 你就这么忍了 刘妈 我没事 还有积蓄 都有了 足球 空中 词 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账上还能再拿出五千大洋吗 老爷 咱们散房最近进货的订单虽然多了 但是进货的材料价格也有所提升啊 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了 这个月给各方的风红暂缓一缓 等过了这一关再说吧 好吧 来 清白沙人 行了 行了 就这吧 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到乡下去避避风头 等这件事情过去了 我自然会去找你 把后面的账给你结清楚 你不会骗我吧 哥白 咱们现在在一条船上 把你卖了 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等等 记住 千万别露面 你要是自己露了马脚 让人给抓了 我可救不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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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爹 爹 爹 不好了 不好了 是不好了 咱家这个月又没钱了 都是你这个败家子 爹 我说正经的呢 刚才我去散房 拿这个月的分红 永续不给 说 这是说叫什么 什么良响 资金周转不开 大伯把各方 这个月的分红 全给停了 什么 他教良响 他凭什么扣我各家分红啊 走 找你散除他们去 你说大哥他怎么还不错 让各位叔父久等了 冬雪啊 我们可是来探望大哥的 大哥不想见我们可以明说 干嘛让我们等这么长时间 各位叔父 我爹他刚吃过药 睡下了 大夫说 他的病必须要静养 所以各位叔父前来 我没敢叫醒他 当下华盖房 确实是自尽周转不开 还希望各位叔父 能够多体谅我爹 我爹苦心经营华盖房 这么多年 无论兴衰 从未间断过各房的红利啊 这次政府征收军饷要得急 要得多 我爹确实没有准备 暂缓发放各房的红利 也实在是逼不得已 还希望各位叔父 能够与我爹同舟共计 跟他一起渡过难关 而且林掌柜 也新订了一批货 等一些日子 货款一到齐 相信我爹 一定可以先补齐 各房的红利的 大家都抓紧时间啊 好嘞 来 往结实点 往结实点 停下停下 都别搬了 放到一边谁都别动我 严警官 您这是干嘛来了 容管家 这是马局长 亲自签发的搜查令 有人举报你们家伞里面 藏有毒品 来人 搜 这怎么可能 我们家怎么可能有毒品呢 你轻点 严警官 这 怎么会有毒品呢 你轻点 轻点啊 轻点 轻点 这 严警官 这是不是搞错了 严警官 这可都是新货呀 严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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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都是新货呀 严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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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这不可能啊 我 哎呀 冤枉 这不是我们的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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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谁 陆大人 这吃肉 我接到献报 说华盖坊私运鸦片 陈老爷 这吃肉 我接到献报 说华盖坊私运鸦片 陈老爷 这是在你刚刚要运走的箱子里搜到的 容许 这真的是在华盖坊的货箱里找到的吗 杜大人 我了解什么 他们几代人一直本本分分地经营华盖坊 他们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藏毒运毒的事情 严警官 证据面前说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 这百明使用人栽赃谢尔奈 来人 把沈锡连带走 不用 我自己会走 沈老爷 老爷 多谢沈老爷能积极配合我的工作 杜某人感激不尽 爹 你不能跟他们走啊 是啊 人家都搜到鸦片了 咱们还有什么可说呢 冬雪啊 你爹也是为了沈家 难不成把大家都牵扯进去 大哥 放心 你家里啊 有我呢 我不在的时候 沈家的一切都交给冬雪了 希望各位兄弟多多照应 冬雪 来 冬雪 老爷 滑盖房的事 冬雪可以全权代表我做主 好 你要好好辅佐大少奶奶 就好像辅佐我一样 明白吗 明白 您就放心吧 爹 冬雪 更辛苦你了 爹 不用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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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管家 那批伞 是你亲眼盯着装的箱吗 没错啊 我连一步都没有挪开过 货物装箱的时候 我都是看着工人们 把这个货物给我装进箱里的 这是咱们华盖房 多年的老规矩了 爹的身体还没有康复 我们得想办法 把爹救出来才行 我的事情 还是等爹出来以后 再跟他说吧 你说呢 这我得听大少奶奶的 麻烦你把狗子叫来 我有事让他跑一趟 狗子不见了 什么东西 朕他娘的 主手的鸭子都飞了 本来以为把老大送进牢房 这沈家就是咱们的了 怎么不按路杀出了个程咬金 杨东雪 真没想到 这个杨东雪在老大心里的位置 这么主要 连我这个亲兄弟都比不上 他杨东雪算个屁啊 他不就会画个伞吗 这个女人可不简单 心机够重的 老大能这么放心的 把家里家外所有事都交给他 咱们以前可真小瞧了 这个女人了 爹 那怎么办 咱们不能白忙活了吧 急什么 我自有办法 您的意思是 我看那个叫杜刚的 对老大好像有成见 什么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就你 你把狗子安排好了没有 可不能出什么刹子呀 爹 我办事你放心 监警官 这是兄弟们对华盖房工人审讯的所有记录 所有人都问了吗 是 只有一个叫狗子的 一直都没有出现 狗子 陈阿狗 老爷 您怎么样 他们有没有打你啊 有没有对你用刑啊 你放心 我没事 您不在家 身家的天都烫了呀 没那么严重 不是还有冬雪呢吗 再说了 警察很快 应该会查清楚的 爹 清妃 爹 竟非怪啊 在家也好好听话 爹 很快就回家了 冬雪啊 爹 有什么吩咐 你也不要老往这里跑了 你只要顾好花盖房的生意 你就是顾好了我 顾好我们沈家 我会吩咐荣絮 交给你该怎么做 嗯 我知道了 您就放心吧 嗯 请问一下 这个人是华盖房的伙计 名字叫陈阿狗 名字叫陈阿狗 是吗 名字叫陈阿狗 外号叫狗子 是吗 如果有人发现此人的行踪 一定要尽快报关 是吗 如果情况属实 警察局重重重有赏 是吗 哎呦 我的杜大人 什么风把您给吹过来了 您请坐 请坐 其实啊 一直想来拜会马大人 可是因为有事耽误了 不敢当 不敢当 您亲自来我们警局 对咱们警局是蓬毙生辉啊 梁正爷爷什么时候到啊 我得好好尽尽地主之仪 今后还得靠梁专员和您 多多关照呢 其实今天就是梁专员让我来的 哦 希望马局长能给帮个忙 哦 梁专员 有什么要效劳的 您尽管说 是这样 是这样 专员希望您能把沈锡连的案子 全权交给我处理 这 有问题吗 没有 没有 只是 梁专员怎么对这个案子感兴趣了 是这样 你也知道 上面刚刚下达了禁毒令 咱们这里就出现了私运鸦片的事情 哦 如果不尽快破案 专员怎么给上民交代啊 哦 是 如果专员交代不了 上面怪罪下来 不光是我们 马局长你也不好交代吧 哦 是 是 是 被真明白 所以啊 还请马局长多多帮忙 大厂奶奶 您来得正好 咱们现在不断收到 买家的退货 还有些买家都下了订单 你看 他们宁可违约 也要终止合同 这可怎么办 果然被爹说中了 爹是怎么交代的 老爷说 这些买家知道藏毒的事 肯定是怕惹祸上身受到牵连 说他们如果非要退货的话 就给他们退了吧 还让咱们好好地照顾这些买家 别慢待了他们 那就照爹说的意思办吧 好 大少奶奶 林掌柜来了 林掌柜 您里面请 好好好 请 大少奶奶 林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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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货的时间还有一段日子呢 有什么事情派个伙计来就是了 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好 林掌柜 林掌柜 大少奶奶 我今天非得亲自跑一趟不可呀 有什么事儿 您尽管说就是了 我们东家 听说沈老爷进了大楼 要我过来把之前的订单 通通取消 订金嘛 我们就不要了 林掌柜 您跟我爹相识也很久了 您应该清楚他的为人 这一次 明摆着是被别人栽赃陷害 您能不能回去 跟贵东家面前 说一说呢 大少奶奶 我也是为别人做工的 我相信沈老爷 这有什么用呢 我们做生意 最怕就是惹上官司 恐怕这回我们东家 也很难改变主意了 我明白了 我心如刀口 三下的风雨 夜无冷 光影不说 对我 我就在去 我心如刀口 我心如刀口 你心如刀口 你以为你 轻声来听 春去秋来的 记忆多长 暮色更浓 岁岁又年年 梦还在 刻骨的睡眠里 随风远去 奔跑在生命里 让你继续 随风又来去 在生命的尽头 长相厮守 随风远去 奔跑在生命里 来世在寻 随风远去 随风远去 随风远去